据外媒报道 OpenAI的前董事会成员Helen Toner在一个节目中 透露了关于CEO Sam Altman的一些内幕 原来董事会决定需要引入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时 他们认为唯一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就是背着Sam Altman进行 Helen Toner说 Sam Altman多年来一直通过隐瞒信息 歪曲事实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对董事会撒谎 让OpenAI的董事会难以完成其工作 例如他隐瞒了拥有OpenAI创业基金的事实 尽管他一直声称自己是独立的董事会成员 在公司中没有经济利益 此外Helen Toner还提到 当XGPT在2022年11月发布时 董事会事先并未被告知 他们是在Twitter上才了解到XGPT发布消息的 在这场闹剧发生后的12天 Sam Altman恢复了CEO一职 对于这个决定 Helen Toner表示 员工们被告知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抛弃董事会恢复Sam Altman的职位 二是看到公司被毁 由于大家不希望公司倒闭 他们选择了支持恢复Sam Altman职位 现任OpenAI董事会主席Brett Taylor回应称 他们对Helen Toner女士继续重提这些问题感到失望 董事会的一个独立委员会与律师事务组合作 对11月的事件进行了广泛的审查 审查得出的结论是 前董事会的决定并不是基于对产品安全或安全性 开发速度 OpenAI财务状况或其对投资者 客户或业务合作伙伴的陈述的担忧 这场风波无疑会引发OpenAI新一轮的争议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OpenAI多名安全研究人员离开了公司 公开批评了该公司的领导层 OpenAI离职封口协议遭到曝光 在未受许可的情况下 XGPT疑似使用知名演员刮解的声音 而后紧急下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OpenAI的故事感兴趣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